女性朋友在某些时间段身体是非常虚弱的,需要静下心来好好调理一段时间,并请这段时间,避免和丈夫同房,以免给身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女性这些期间要避免同房,很伤子宫,第一,在月经期间不能同房女性,在月经期间是不能同房的,因为处在经期的女性,抵抗力非常弱,急易感染,再加上月经期间宫颈口是开放的,容易造成子宫内膜脱落,如果这段时间内同房的话,可能造成炎症感染,导致子宫内膜炎,盆腔炎等,甚至影响后期的生育。 在月经期间同房,不仅对女方的身体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对男性产生一定影响,由于在同房时,月经分泌物会进入男性尿道,非常容易造成感染,总之,女性在经期同房,男女双方都会受到影响。 要多加注意这些方面,不要贪图一时之快,而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第二,人流之后不能同房女性,在进行人流手术之后,不能够立即同房,要好好调养一个月之后才能同房。 由于刚做完人流手术的女性,在手术期间,清除了附着在子宫内膜上的一系列胚胎组织,给子宫内膜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因此生殖道的自然防疫能力受到破坏,子宫也有一定的伤害和刺激,身体非常虚弱,容易导致感染各种疾病。 如果在这段时间不不好好调养,进行同房即易受到妇科感染,情况严重的话,疾病可能不会恢复。 而且伴随一生,建议刚做完人流的女性,休息一到两个月,再去考虑性生活,手术之后需要注意休息,避免受寒和劳累,平日里通过多吃容易消化,有营养的食物来提高自身免疫力。 第三,怀孕前三个月与后三个月不能同房女性在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是不允许同房的。 由于孕妇在前三个月胎盘还没有发育成熟,这时的胎盘与子宫的连接还不够紧密,也正是由于刚怀孕,孕妇的孕激素分泌不足,不能给予胎盘很好的维护。 如果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性生活,非常容易造成流产,女性在怀孕的后三个月也是不能进行同房的。 由于在怀孕后期,孕妇的腹部明显膨胀了很多,体型和体重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身体上的笨重,会伴随着腰酸背痛,这时孕妇的子宫会感觉非常敏感,禁不起任何外来的刺激,即便是很轻的动静,也会引起子宫收缩,造成早产,让宝宝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 以上一些特殊的时期,女性是不能够与丈夫同床的,为了日后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这些方面一定要克制好自己,如果只是贪图,意识之快,造成的影响可能会伴随自己一辈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